鄰近中共十八大 港商薛寶仁等三員 星期五起一連四天前往羅湖 每日進行一小時的維權抗議行動 他們斥責中共司法不公 要求還他們公道 保障公民權利 港商薛寶仁連同馮國錦妻子和南眉三人 在紅抗火車站舉行維權起步儀式 隨後赴羅湖橋抗議 他們強調不會呼叫口號 但會以手銬等道具展示冤情 薛寶仁強調 已經寫了遺書放下生死 決定抗爭到底 現年七十歲的薛寶仁 九九年遭合作的深圳國營企業欺騙 令他蒙受超過百萬元的損失 曾多次到北京中聯辦等地抗議 但申訴無門 新唐人記者梁珍 鎮立居香港報導